现在我们要介绍OnlyU的贿赂的功能 那贿赂的功能呢很简单 按一下贿赂的按钮以后 它可以让我们贿赂Excel 还有Outlook Express Outlook 还有我们自己OnlyU开发的 Outlook OnlyU的外化程式 那甚至连雅虎啦 Gmail HiNet信箱通讯路 都可以一次的贿赂进来 那甚至蒙田名片王 只要点选相关的贿赂的格式 都可以一次就直接贿赂进来 那我们现在先示范Excel的贿赂 那按下这个按钮以后呢 出现了Excel的贿赂的视窗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把Excel这个档案放在哪里 要告诉我们OnlyU 所以就按一下这个浏览的功能 那我们找到了我们Excel档案以后呢 我们对这个按两下 或者对它按一下 再按开启旧档 就可以贿赂进来了 那第二个部分呢 他问我们Excel工作表的名称哦 他预设是叫Sheet1哦 那我们来看这个Excel Excel在他的工作表名称呢 也是一样预设都是Sheet1 Sheet3哦 那如果你这边哦 写的是中文 那请你务必要在工作表名称呢 也写上对应的中文 他才有办法找到这个工作表哦 那如果我们这边哦 不是写这个相同的资讯哦 那你看哦 我们按一下开始对应 他就会跟我说 你要去这个贿赂的Excel的工作表 没有你指定对应的这个工作表名称哦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把它这个改成什么 Sheet1哦 才可以对应 那我们按一下那个开始对应以后呢 他就会很聪明的 他说的已经把Excel栏位中哦 名称相同的资料 自动对应到OnlyU的相同栏位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到Excel 这个就是Excel的这个标题的栏位哦 那他会把这个标题的中文的名字哦 一样的名字 跟我们OnlyU取的一样的名字 自动对应过来哦 那你如果觉得他对应的不正确的话 那你可以按清除对应 清除对应 他就回来了 那清除对应以后 我们就要用人工的方式来对应哦 那怎么对应呢 我们按一下这个左边的群组名称 他假设如果要对应到这个右边的群组名称呢 我们就按这个红灯哦 按一下红灯变绿灯 他就对应出来了 那姓氏对姓氏 名字对名字 但你会说 老师 我能不能把本来这Excel的这个名字哦 我要对应到尊称 那可以 我们就按一下左边的名字 按尊称 他就会把Excel这个名字呢 放到的栏位就是OnlyU的尊称的栏位 那这个你就可以用自动的方式来对应 假设你说你的行动电话我要对应到他的什么公司的电话哦 也是可以哦 那如果对应错了呢 没有问题哦 我们就只要再把这个公司电话按一下再把这个按一下他就会换回来的那行动电话呢就会移到最后面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再把对应上来那当然哦用人工的对应方法是比较慢哦所以我可以再按一个什么开始对应哦他就很聪明了哦自动把它对应上来的对应 对应过来哦 那我们学会了这样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一下开始贿赂他就可以把刚才的Excel全部贿赂到我们的OnlyU过来你看现在已经资料都贿赂过来了我们的OnlyU已经有刚才的Excel 的 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在我们的OnlyU的资料库了非常的简单